譬如說我去健身房運動回來 那我們順路可能便利商店 買個雞胸肉或者是蛋白 茶葉蛋去補充 我已經買好了 然後興高采烈回到家 我剛剛運動完 他又叫了一桌菜 然後又是 一桌喔 一桌 我跟你說正餐時間 正餐時間可能給你叫一個熱炒 然後熱炒叫外送可以叫到兩千多 然後早餐 早餐五六百 然後有時候宵夜 宵夜也是六七百塊的 都我自己一個人吃完 熱戀期吧 應該不是 沒有 就是持續 持續一年多都這樣子 然後我真的有一度是 我看到食物我就會害怕 然後我有一次是真的生氣 是我妹妹要來我家 她說姐姐妳要吃什麼 我就說那我要吃什麼 我妹妹已經買了我點的餐回來 我也是很開心 期待妹妹來可以吃飯 結果她就說 我又幫妳叫了什麼 妳自己下去樓下拿 就我一拿到樓下 我看到那種大概晚上吧 就比如說像我工作 如果收工了之後 她可能就會說 妳要去哪裡 要不要送妳 送妳去吃飯 或送妳回家各種 其實看起來真的都超級貼心 可是很多的送你聚員 還來監控妳 像有一次就是 她就是要問我說 妳晚上要跟誰吃飯什麼的 因為她想要知道 有沒有競爭對手 她說是喔 妳是跟妳父母喔 那就是她懷疑嘛 那我請妳父母吃飯吃最高級的 然後我就說什麼叫最高級 我說是不用啊 我想跟我父母就自己吃就好 她說沒關係我可以帶妳去 我就說真的不用 妳說確定不用嗎 妳真的是跟你父母嗎 然後我就說真的 那不然妳來吃好了 我說好啊 她就很開心 她就真的來了 對 但我覺得壓力滿大 再來就是她常常會給我驚喜 可是我覺得很恐怖 她可能就是自己 又再買了一些東西 或是自己想要貼心的 就是出現在我面前 所以就常在我家旁邊監控 然後看有沒有別人 來送我回家 就如果沒有的話 可能就沒差 但如果收工了 有工作人員送我回來 就可能開車 劇組有車嘛 就回來了 我一下車 可是我媽 我每次回去 只要我老公沒有跟著我 一起回去 她就說 她有沒有給妳生活費 我說 生活費 為什麼要給我生活費 她說 因為你們已經結婚了嘛 那是不是家裡 比如說生活一些開銷 然後或者是 妳現在工作比較不穩定 那是不是男生 其實應該都會 想要給女生一點生活費 讓妳去娛樂 跟朋友出去喝喝咖啡 然後或是什麼的 我就說 其實我覺得 我們這一代的 年輕人的思維 是沒有這件事情的 因為大家已經AA制習慣了 可是我老公也不是說 真的是AA制 就是我們家老公 他會看 例如說家裡今天燈泡壞了 他自己就去換了 然後他覺得瓦斯怎麼樣 或是哪裡需要修閃 或是什麼水電費之類的 他其實一拿到帳單 我是從來沒有看過這些東西 對 他自己會去弄 對 那我就會跟我媽說